晚上8点的武汉汉口宝城路夜市人声鼎沸 灯火通明 道路两旁摊味淋漓 不觉育耳的吆喝叫满声和空气中飘散的水果 枝子化的香气 一同将这座城市的夜生活唤醒 市民穿着清凉 闲逛其中 领得初夏的烟火器充满生机 因为以前经常逛嘛 然后这好久都没逛了 就想过来看看嘛 心情还是愉悦的 然后武汉的烟火器又回来了 武汉又热闹起来了 出来走走还是挺好的 逛一逛 很亲切 对 很亲切的感觉 所以要出来消费一下 随着疫情防控的逐渐好转 五月底 沉寂数月的武汉各大夜市有序恢复开放 六月三日晚 记者来到宝城路夜市看到 商贩们拖着大包小包陆续来到宝城路 支起零食货架 摆放好商品 开始出摊 今年26岁的东北人陈长睿 在宝城路夜市售卖饰品 一年前 他听说宝城路是武汉著名的夜市一条街 便毅然来到这里 陈长睿说 曾经宝城路人流量爆满 自己每晚可以得到可观的收益 但如今受疫情影响 客流量还没有完全回归到从前 但他对武汉充满信心 他说 最近政府公布的武汉全民核酸检测排查结果 显示没有发现确诊病例 武汉是安全的 人间烟火器正在回归 这条街以前称之为金街 就好厉害的样子 我感觉人好多呀 大家伙都出来了 购物的都出来了 把口罩戴研究好 然后把个人防护做好 这个我感觉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因为武汉的每个人都做了这个核酸检测 都蛮安全的 宝城路夜市是武汉最有名的夜市之一 也是武汉最早的街摊经济之一 床上用品 服装鞋帽 精美饰品 小电器等各类商品一应俱全 是武汉极富盛名的夜市一条街 被当地人称为武汉小望角 随着几十年的发展 逛夜市变成了武汉人民的一种夜生活文化 随着复工复产复试持续推进 武汉街头传统的夜市再次热闹起来